大家好,今天买了20块钱的鸡翅 分享一个不用水煮也不用炸 更不需要烤箱的做法 我家小朋友特别爱吃 肉嫩还没有一点腥味 看着就要流口水了 首先把鸡翅倒在大碗里 加入一勺食盐 再加入能没过鸡翅的清水 下手抓拌均匀以后 先把它给浸泡10分钟 盐水的穿透力更强 可以泡出鸡翅里面的血水 10分钟以后 咱们再用流水冲洗两遍 洗到水便的清澈为止 然后把鸡翅放到案板上 像这样在肉厚的一面切两刀 这样鸡翅会更好入味 而且更好成熟 然后全部放到锅里 加入葱段和姜片 料酒 再加入能没过鸡翅的清水 先用大火把水烧开 这一步一定不要盖锅盖 这样它的鲜味才能散发出来 水开了以后中火煮个2-3分钟 再用一个罩里 把表面的浮沫给撇去不要 然后用筷子把鸡翅一个个夹出来 不要过凉水 用厨房吸水纸擦干表面的水分 过凉水以后的鸡翅 肉质就没有那么鲜嫩了 接下来准备一些辅料 几瓣大蒜拍扁以后切成蒜末 蒜可以多来几瓣 这样蒜香味更加浓郁 洗净的几颗小葱切成葱花 切好以后 盛到一个盘中备用 接下来调一份灵魂料汁 碗中加入一勺生抽 一勺蒸鱼豉油 胡椒粉去腥还能增香 适量淋调味 30克蜂蜜 再加入约半碗温水 搅拌一下 让这些调料完全化开备用 起锅加入少量的食用油 刚好能摸过锅底就行 咱们不需要油炸 油不用放太多 油热以后 再把焯过水的济湿摆进来 整个过程用中火来煎 中间你可以像这样轻轻的晃动一下锅 让鸡翅受热均匀 把底部煎至金黄色以后 再把它们全部翻个面 把另一面也煎成金黄色 煎好以后 如果锅里剩的油比较多 可以用勺子盛出来留着炒菜用 锅里少留一点底油就可以 下入葱花和蒜末 再把它们的香味给炒出来 让鸡翅充分吸收一下蒜香和葱香味 然后淋入刚才调好的料汁 盖上盖子 用中小火煮4分钟 让鸡翅吸收一下料汁的香味 现在时间到了 打开看一下 哇 真的是太香了 最后撒点葱花点缀 就可以上桌享用了 这样做的蒜香鸡翅 肉质鲜内 一点不馋 蒜香味浓郁 而且没有一点腥味 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 都特别爱吃 比咱们用烤箱烤的还要香 喜欢的话 快把视频收藏起来 以后你就用这个方法来做 家人一定夸你是大厨 我是大飞 感谢您的观看 谢谢您的观看 谢谢您的观看